社長陳時中 飲酒高歌的影片曝光之後 旅會人士的身分也被起底了 那麼除了政威集團董事長郭台翔 郭台翔還有曾經捲入 收回扣詐領保險費的 心臟科迷醫陳時中 另外這位女子 也是與中國大陸 政商關係深厚的陳小禎 陳時中出席餐室 也遭到藍儀抨擊說 這有違廉政倫理 另外更被質疑了 影片會流出 其實和民進黨的內鬥有關 而陳時中今天被問到了 相關問題大聲喊冤 他說他和在場的人都不認識 但是大家越問 越有陰謀論的感覺 脫口罩開景桑高歌 一手還拿酒杯一乾而進 陳時中無罩飲酒 K歌畫面曝光 與會人士也被起底大有來頭 除了白色上衣的這位郭台翔 稱讚陳時中好酒量的 就是曾收回扣 又扶保健保費的名義陳士中 另外遭影設施女陪室的 長髮女子陳小禎 擔任過人力銀行執行長 更與中國大陸政商關係密切 身份敏感 最好姐陳時中當天 就是在內湖的這間 意識牛排餐廳的包廂聚餐 這裡並非酒店 但消費可不便宜 邀請陳時中與會的高雄某大學 流行教授坦承 當天是一票生肖屬蛇的好友 蛇會聚餐 與會者橫跨學商界 也強調再場女生 絕對不許女陪室 若有此事願意捐一億元 並且辭教職 都是第一次見面的 基於禮貌社交活動 憲政單位一定不能偏私 一定要徹查 認為政務官不該出席 這類籤序 但陳時中一年多前 脫照唱歌影片機靈曝光 有一說根本是民進黨內鬥 不只如此 老煙槍陳時中 還被爆料疑似在室內抽煙 面對國監署長傳遞 可協助戒煙 甚至擔任戒煙大使 陳時中這麼回答 你管得比我太太還嚴 不過我現在慎重考慮重 不好意思笑一笑 畢竟身為衛福部長 防疫健康形象 還是得做最好榜樣 最好這位陳臺博多